早安youtube 我是豆腐 おはようyoutube 豆腐です 我是一個日文老師 在這個頻道當中我會用簡單可愛的小動畫 分享出學者也能懂得日文知識 上次的繪畫練習 你日文變厲害了呢 可以是 日本語が上手になりましたね 哎呀 這都是托您的符 あらまあ フジュラル豆腐のおかげです 在其他被稱讚 或者是要課到 啊 我是說要謙虛的時候都可以拿來用哦 大家可以多多改成自己的版本 才會真的變成自己的東西 今天要介紹一下繪畫 就是我們都學了這麼久 到19課了 過去是普通題了 多少也應該要會講幾句 嚇唬一下不會日文的朋友了吧 雖然說藤原前面有幾課沒有做繪畫主題 這是因為藤原現在沒有可以變成女生聲音的設備 而不是 是因為繪畫主題一直以來的播放量都是最低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覺得算了 花這麼多時間到底在幹嘛 還不如去便利商店打工 但說實在整體回頭看來 全部的影片播放量都很低啊 是有差嗎 所以還是回歸初中 作為一個老的日文學習者 去思考自己剛學日文的時候 到底想要看到怎麼樣的學習資源 於是我設計了19課的繪畫如下 タイトル、標題 ダイエットは今からします 乾杯 あらら、ミッキーさん全然食べませんね そうです、先週からダイエットをしています そうですか ミッキーさんは、ポトっていませんけど なんでダイエットをしていますかね いやいや、めっちゃ太ってますよ 私、日本へ来てから3キロ太りました ほうほうほう、どうダイエットしてますかね 毎日、異食だけ食べていますよ えー、それはダメですよ 体に良くないし どうしよう とりあえず、このステーキ食べましょう タンパク質はダイエットにいいですから そうですか 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 這次成員選了一些很生活化的口語 讓大家在跟日本人聊天的時候 也可以斟酌使用 乾杯在吃飯聚會、喝酒的時候都會用 但是日本的乾杯是客套化 就是喝一小口 接下來三田說的完全不吃 其實是日本人常用的誇試法 事實上還是有吃 只是吃得很少 至於米奇小姐 因為從上週就開始減肥 所以我們時代用狀態的ています 下一句三田說 米奇小姐完全不胖 作為前半句的前言 因為後半句要問 為什麼要減肥 這是問為什麼要減肥的前提的話 這個時候我們會用接續助詞的が 或者是ゲット 這邊用的是更口語的けど 讓大家的日文更柔軟彈性一點 至於句尾的疑問か 在現實生活也常常加上ね 聽起來會更親切一點 米奇小姐的いやいや 也是日常繪畫常用的否定 比いや 還有更強烈的否定感 看情況使用 這邊她因為很激動 所以這樣說 她覺得自己胖很多 接下來這個ほほほ 不是聖誕老公公 而是日本人真的有時候會這樣回應 也是一個比較casual的回應 跟 感覺很像 有一個我了解了的感覺 至於 どう 則是如何 是問米奇小姐是怎麼減肥的 記得 時態 還是維持目前狀態的ています 米奇小姐回答 我只吃一餐 嗯 跟我一樣 這不是重點 一餐的讀音是一食 是因為一食是屬於沙行的字 所以遇到一這個數字會產生畜印 至於聽到這個方法的人們 通常都會覺得不健康 所以三田說 不行啊 對身體不好 這個句尾的西 是在列舉評價的 就是說這件事對身體不好啦 最好是不要做 因為前面說了 ダメ就是反對 後面再加上句尾的西 可以展現自己的看法 這也是非常自然的口語表現 米奇小姐陷入了迷茫 之言之語說 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三田繼續進攻 外遍她吃牛排 steaky 同學看到不會的單字要去記耶 不是看過就沒事了喔 ナニナニニイ 是指 對於某件東西 很好 前面是減肥 所以是對減肥很好 米奇小姐聽到這個說法之後呢 就說她要吃了 還是很單純的女子呢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故事 那麼今天的練習是 如果這次三田要說 這個牛排既好吃 對身體又好 我們一起來吃吧 這句的日文要怎麼說呢 提示 可以用繪畫裡面的西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的訣竅 請一定要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這可以讓我更有動力繼續製作新內容 我是藤原豆腐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